中医庙 欢迎大家收看中医庙 我是季你们的主持人 而这位是沈中医 大家好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观看中医庙 中医庙是一个中医的talk show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这几块区域 由中医的务区中医食疗和中医基础 而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中医食疗 中医食疗也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中医食疗的视频 然后就想让大家知道一下食疗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我们吃的东西吗 就每天吃的还是我们随便煮一下 炒炒一下就算食疗呢 那这个食疗就是我们组的 就是中医的食疗所说的食疗 跟西医的营养学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呢只是有一个给大家 有一个就是introduction 就是先给大家了解一点点的食疗的基础 中医食疗所谓的中医呢 就是以中医基础理论来了解食呢就是食物嘛 寮呢就是寮病 寮成啊 寮效啊 这些都是食疗这一块 然后为什么中医食疗跟西医营养学 它之前的不一样和一样的在哪里呢 然后中医的食疗呢 基本就是天天浓天天吃的三餐 或者甚至你的饮品饮料 都是在中医食疗这一块 所以它所讲究的东西 基本大原则就是色身香味必须剧钱 然后色身香味呢 我们这个还不得特别细 因为毕竟中医基础嘛 它还是记得嘛 它是必须跟中医基础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中医基础的五行 是离不开的 所谓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 或者这个五个颜色嘛 红色白色黄色青色跟黑色嘛 这五个颜色里面 基本食疗都必须达到的 因为食疗它基本没有偏性 就是它所谓有偏性的东西 就是已经是药了 偏性就是说 可能就是对我们身体 会产生一些点的那个 不平衡 因为它是偏性嘛 它会造成你身体 可能稍微会凉啊 偏寒啊 偏热啊 所以基本如果说食疗嘛 就是让你炎炎益寿啊 预防疾病啊 这都是食疗能达到的 而这个炎炎益寿 没有健康预防这些疾病的当中 中医还是讲嘛 一句中庸之道 所以它基本是没有什么偏性的 它五色五味都必须俱全的 所以中医的食疗上面呢 它特别跟西医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除了五色五味啊 它还有龟精 还有就是所谓的 它的性质上面有温寒 涼 还有热嘛 而这些呢 可能在西医营养学就没有 它只是说 哦 这个它有protein 它有carbohydrate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它就会跟你说 维他命E特别多 维他命A特别多 可是它今天中 它可能这个食物 那你看嘛 基本每一个食物 或者说维他命A特别高 它的食物有1234 然后为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 你要摄取这样1234的东西呢 它就在中医里面 我们就会特别分分的仔细说 啊 你说这个食 这一道菜里面 它基本呢 哎 含热的东西也有 热的东西也有 那当然也有一些食物 它本身就是平性的 它平性呢 就没有关系了 就不需要特别再有 夹节称畜 那我们中医呢 它跟开药一样的嘛 它就是 它基本它需要的都是 都是蛮全面的 它就不可能单位的摄取说 哎 这个它特别高营养 什么营养 这样子 所以这一食料 它基本很少是单位 单位的一种食物 你就特别去观看一下的时候 你就 你分析一下的时候 你就没有看到 终于在食物里面 它是一道菜色 基本它就是五色啊 五味啊 它都是比较平均的均衡上 基本都会有 哦 所以就是讲说 因为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中医的食疗 跟西医的营养学 的共同点就是 因为可能 两个都是希望 大家可以 就活得比较健康嘛 就是营养学也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人质 人们人体 要怎么健康 而食疗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们不同于的地方 就可能切入点个方法吧 对不对 因为好像中医食疗 你所讲到的就是五行啊 然后那个什么 五行 然后又有阴阳之类的平衡之类 在本身就是跟西医的基础上面的切入点 不然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中医还是以一个宏观的嘛 西医就是一个微观的 特别都是讲究比较微细的东西 中医基本就是五脏六腑啊 筋络啊 它是互相的一个关系 它是互相的一个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特别清楚 所以要不便了解 也就是说 因为西医的可能 因为我们就听到 那个维他命啊 就可能比较个体化 对 一个形容 对不对 然后中医是比较 就是怎么看 各自的关系 跟相互相应的那种感觉 对 好 他的这视频呢 希望大家对中医的食疗 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 因为我们做这系列嘛 是比较想要 比较互动一点的 就让 就使果大家想要知道 诶 我们 女生啊 可能可以在平时 吃些什么东西啊 美容啊 养颜之类的东西 可能在下一集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又或者大家可以 问问一下我们的医师 对 如果你有什么想 特别知道的 在实聊这一块 你都可以留言 然后我都尽量可以 就是分享一些知识给大家 嗯 就可能比较容易准备啦 或者可能上班族啊 熬夜之类啊 要怎么样 可以从实聊方面来切入 让大家活得更健康 如果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也记得分享给朋友看看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综医 妙 哇 唤一 就这么干的 我还能给你 就... 好